Hello, 大家好, 又是坑家人 在加拿大的老友记呢 今次我们讲什么问题呢 我想讲一个关于我们家居的问题 其实如果你在加拿大 如果你不是住在矿道 或者在这个Bungaloo 这样才算 你很多时候都要走上走下楼梯 如果你换了Hardwood 4 或者你的楼梯Hardwood的时候 有没有试过滑下来呢 因为换了Hardwood 4之后 那里的楼梯就会比较滑 当然滑倒肯定是不好的 难道自己camp自己保险吗 现在就介绍一个product给你 我不是做广告 只不过是我买了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还没订阅这个频道 订阅一下啦 按下小钟 有什么新片 马上知道啦 like啦 share啦 有什么想谈的时候 在comment里告诉我 那正如一开始所说啦 有没有试过真的在家里 那条楼梯滑了下来呢 真的换了Hardwood 4之后呢 整块的地板都滑了很多的 就算你有地毯都很容易滑了 所以呢 你上楼梯的时候呢 记得要 慢慢地 有扶手的扶主啦 如果不是等到8月15 和腰骨 好大阵仗的 那今次介绍这只产品呢 我就不是做这个广告哈 纯粹呢 我觉得应该是好东西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就是给你一些 防线的贴纸 贴到你的楼梯里的 那他呢 就可以做到透明的 即是说你就这么见 就未必那么容易见得到 起码就不会像黑色那么不错 你可以在任何的网上的那些平台 试试找一下有没有一只叫Anti-Sleep Stair Strip 最好 Transparence 那我的例子呢 就在Amazon找到了 那你会说 为什么要贴膠贴呢 为做些橡胶 或者Carpet 地毯可以 但是呢 他们就有点 不好处 例如呢 他们的寿命比较短 而且看上来 就不是那么一天一息 譬如好像你整条楼梯都要弄黑 的时候呢 你突然间做几个 或者做一些 地毯在这里 未必適合你整个屋的 如果在Amazon来说 我觉得呢 这个牌子 最便宜的 它的价钱 就是36个多 就有18条 相当之OK的 当然啦 你要size长一点 即是4吋乘以32的 宽一点 都可以的 因为你的楼梯呢 有些是短点 有些是宽一点 安装方法 相当之简单 几个步骤 搞定的啦 现在和你示范一下 你看看我家的楼梯 多直 多强 如果你说直线下来的时候呢 当然会担担腰了 是不是 我呢就用这些防线贴纸 就贴 逐级 逐级这样贴 现在就介绍给你知道 怎样贴 如果你是原色的 这个楼梯的时候 很容易的 线 尤其是你穿拖鞋 就更加线 当然啦 有些人会赤脚都会线 它这些呢 特别的质地 就是有些粒粒粒粒的 它是透明的 撕掉这块胶的时候 你就可以贴 我买的这块 就有15块 基本上可以贴 这个楼梯 粒粒的办法相当简单 首先你把这个 这个 面头 抹干净 用湿布抹 然后干布 就抹干 然后呢 这些这样的胶纸 你只要拔出来的时候呢 就会见到 这个是透明的 那你订阅的位置的时候呢 大概呢 我相信我预留 1cm 左右 那就刚好 好似的 我这样啦 我就预计呢 这里呢 就每片留1cm 所以呢 所以呢 放出来的时候呢 大概对了位置 这样就粒粒粒了 它跟着有个粒粒 让你粒粒粒的 所以呢 相当之容易 首先呢 我先撕掉一点 贴在这边 接着呢 我就慢慢 在底部 一路拉开它 拉不拉 拉到 一路拉开它 一路粒粒粒粒 那我确定 你所需要的位置 就不要叉得太远了 你不需要粒粒粒粒 你可以最后再调调的位置 贴了之后呢 就好像现在这样 透明的 基本上这里呢 就很明显 就有 感觉到 是粒粒粒粒的 我们有个粒粒的 可以粒粒粒粒 就可以把里面的空气 全部压出来 就粒得更加结实 那 可以告诉你呢 你是会 贴完之后 拔出来呢 你会把那些 表面头的粒 都有机会弄走的 那你呢 再打粒一次 就没问题的了 另一个方法呢 就是整条 拔了出来 把那个 白色胶纸 拔了出来 然后呢 很快地调调过去 然后贴下去 那这个方法呢 你贴下去的时候 你顺了手 就比较好一点 因为呢 你要 make sure你没贴实的时候呢 可以调调位置 如果不是粒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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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 好像是見到的透明東西又好像見不到 當然啦 你貼得好一點的時候更加不覺得 但是呢 踩上去 很有感覺 很明顯 實正好多 以後就不怕跌 好了 今次的介紹到這裡就停了 當然啦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我買的是哪一隻 你email給我 我就會告訴你 因為我免得跟人買廣告 但是你有什麼問題 隨時問我呢 好啦 祝大家有個安全愉快的生活啦 我是坑家仁啦 就這樣啦 拜拜 好啦 這條片就到這裡啦 請大家訂閱 點讚 留言 分享給你的朋友啦 就這樣啦 下次再見 拜拜